你知道在朝鲜以729开头的车牌 权力有多大吗 交警远远看到车牌后 赶紧上前指挥其他车辆进行避让 毕恭毕敬地目送离开 又通知行驶路口 全线保持绿灯通行畅通无阻 而这个帅到犯规的男人 是朝鲜总政治局长之子李正赫 他有权有室有长相 挺拔的身躯英姿萨爽 干练的军府走路带风 这天隐瞒身份的正赫 作为中队队长在边防巡逻时 偶然在树上抓到了一个韩国女子 女人来头也不小 虽是财阀出身 但凭一己之力自创品牌并大获成功 有钱有言有能力 本来财阀女和军官 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但为何会有如此的邂逅 因为在不久前 逝利参加了新产品的最终测试 本来手下告诉他风向不太好 但他却已有着丰富经验坚持要去 结果刚飞出来没多久 他就看见了一辆在空中飞舞的拖拉机 是的你没看错 就是拖拉机 原来前方有龙卷风暴 一声尖叫过后 逝利被卷入了风暴当中 等他醒来 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树上 郑鹤以为他是间谍 当他立马下来 逝利则表示太高了下不去 结果男人手枪直接上膛 吓得女人立马解开安全带 没想到意外滑落 恰好又精准地掉进郑鹤环里 不得不夸 男人的腰力是真的好 这么大的冲击力跟个没事人一样 逝利解释自己是坐滑翔伞 遇到风暴才掉到了这里 看着树上的滑翔伞 郑鹤收起手枪 但按照规矩 他必须接受调查 逝利怕被当成间谍准备逃走 郑鹤却说这里有地雷 他双手一倍得意地说 我是这里的专家 没有我的帮助你 根本无法安全走出来 谁知下一秒 他右脚精准踩在了地雷上 空气瞬间凝固 他不敢再出声了 就很尴尬 眼尖的逝利发现了男人的不对劲 郑鹤本还想向队友求救 谁知一个不小心 对讲机掉进了河里 逝利想趁此机会离开 而郑鹤也还是很贴心地 指挥他避开脚下的地雷 女人安全后 在临走前调侃了下对方 郑鹤文言都被气笑了 少所的士兵 一个看剧看得泪汪汪 一个捧着家书热泪盈眶 就这样 逝利躲开监控一路向前跑去 逃离了这个地方 经过一夜的跋涉 他来到一个村庄 本想打车回家 可路过的只有一辆牛车 接着他又看到一群大妈在跳光场舞 小学生们排队准备去上学 这时逝利已经意识到 自己根本没离开朝鲜 反而还进入了朝鲜境内 此时保卫队的巡逻车 朝这边驶来 眼看就要暴露 一个黑影将他带到了门边 士兵抬头望去 熟悉的帅气面孔 抚平了他不安的情绪 韩国财阀千金 因一场龙卷风暴 邂逅了隐藏身份的军阀少爷 为不让女孩被抓走 郑鹤将落魄的士兵 藏在家中 可入住第一天 两人就发生了不少摩擦 郑鹤回部队工作时 士兵接二连三打电话找来 一会儿要肥皂 一会儿要香薰蜡烛 因为村里的条件非常艰苦 一切生活状态都极其原始 势力很不适应 身为都势力人的他 没有浴缸沐浴就算了 现在还没有热水洗澡 于是他只能砍柴烧水自力更生 将烧好的热水到浸盆里 再用绳子将浴袋固定在头上 袋子罩住浴盆形成密闭空气 这样自制的单人桑拿就完成了 好一阵后势力采洗完澡出来 可能因为穿得太犯规 村里直接停电 女人吓了一跳 随后还发现窗外 有人拿着手电筒四处照射 他急忙躲在门后 拿起花瓶就准备砸去 不料抬头一看 发现是郑鹤回来了 男人是特意回来给他送蜡烛的 你不是说你洗澡跟睡觉时候 都需要蜡烛吗 经此一下 势力再也忍不住了哭的梨花待遇 长这么大 他就没受过这样的经历 文言正喝一手摁灭蜡烛 男人还说 自己明天要外出执行任务 手下的士兵会护送你离开 最后他留下一袋物品就转身离去 视力打开一看 发现是他早上说想要的洗发水 原来是某个男人 在下班后前往市场购物 不仅买了换洗衣物 就连贴身物品也准备好了 男人僵硬片刻 甚至连消毒药水也有 这下好了 某人傲娇的性格被看得透透的 隔天正喝刚下火车 就被保卫队的人带走 原来早前抓获的盗墓者 因发生车祸导致死亡 上头早看正喝不顺眼了 现在便将矛头指向他来找麻烦 正喝被带到审讯室压在电影上 男人抓起他的领子一痛怒骂 就在这时 保卫队长官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他趴在窗前注视 却突然发现这人有点眼熟 定睛一看后 他勃然大怒走进审讯室 转头先和蔼地扶起正喝后 又对着旁边的手下撒 手下惊恐地询问长官怎么回事 男人吓得贪软在地 知道自己这回闯大火了 这位交警小姐姐似乎看到了什么 一辆白底红星729开头的车 在马路上急速行驶 这身着军装的男人名叫李正赫 是朝鲜总政治局长仅存的儿子 一直向外界隐藏身份的他 此时为了一个女人不在低调 决定使用最高特权 因为刚刚队友打电话通知 说保卫队要对他的住宅区进行检查 要是被发现朝鲜军官家里 窝藏一个韩国女人 那事态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 正喝一路狂飙赶回去救人 另一边 保卫队很快就检查到了正赫的宿舍 里面亮着灯 可一个人都没有 检察官认为有古怪 此时他看到了没盖好的地窖门 打开一看 果然 势力就藏在里面 被树把枪口指着 女人只能乖乖走出 检察官询问他的身份 就在势力不知该怎么办事 正赫开着黑车抵达 剑枪口对着女人脑袋 他就只能说 趁人还没反应过来 他一把将人扯过 势力描动顺势靠在男人肩膀 众人惊呼无嘴 村里的女性被震惊到久久反应不过来 成功脱困后 正赫一指推开还摊在他身上的女人 哥温柔点好吗 这可是你未来的老婆呀 不好好哄着 还想走追七火葬场那条路 所谓做戏要做全 隔天清晨 势力想上演场送丈夫去上班的戏码 而正赫则先拉住势力 用手帕做头巾将女人的长发温柔绑起 阿春天快到了 恋爱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对CP都给我去磕 出门后 势力小声嘀咕着让正赫摸他的头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男人僵硬的照做 最后在众人吃瓜的眼神中 小情侣挥手道别 夜晚 正赫送势力到码头坐船回韩国 本以为能这么顺利离开 没想到刚走没多久 就遇到了海警搜查 两人连忙躲进船舱 这下好了哪也躲不了 眼看就要被发现 正赫只能用这招来应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